另外在台东县的北南乡 也有一棵白茸树 蝉乐已经有350岁的一棵老茄冬树 让它濒临死亡 台东县政府今天正式动工 那么要把这个白茸树移开 专家说要抢救老树 必须要花三年漫长的时间 不过当地的村民又希望呢 两个都不要伤害 希望这棵白茸树跟茄冬树能够共存 因此抢救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了 白茸树生长非常强势 才50年的时间就把这棵生长在 台东县北南乡明峰村 花东公路边有350年历史的加冬树 包住了三分之二 老加冬树像是被残住一样生病 部分树干已经长出细菌 生命受到威胁 台东县政府在网友发起抢救之后 请专家来研究 19号正式动工进行抢救的工作 由于老树下是一间村民信仰中心的土地公庙 东宫前慎重地举行了开工祭拜仪式 并且马上从树冠展开剧土白茸树枝 也挖开地面水泥地清除白茸的树根 因为被残热的加冬树 生命情况很难掌握 专家建议要花三年的时间慢慢救援 它的残热状况已经非常的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榕树的滋干很茂密 那所以说这棵要处理的时候 它必须要从上往下来处理 一棵老树要长到350岁是很不容易的 也许我们如果好好保护它 让它继续可以再多活个几百年 那真的是一件美食 专家说榕树产乐其他树种已经是很普遍的自然现象 不过附近村民已经把老加冬树和白茸树 当作是共生的特殊景观 也成了村民的信仰中心 和过往路人的休息场所 村民希望这两棵树都能够共存 抢救老加冬树又要同时兼顾民众的期待 这项抢救的工作执行起来非常不容易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